哈喽,大家好,喜欢我的频道,欢迎点击订阅 真妃临死前说的这句话令人钦佩,让光绪皇帝落泪 而慈禧台后则暴怒 光绪皇帝作为清朝最悲剧的皇帝之一 他四岁即为三十八岁暴毙 在位三十四年空流一声叹息 光绪皇帝在位三十四年中有一件事 对他的伤害是致命的 这就是真妃的死 众所周知,真妃是被慈禧太后命人投井而死的 如今北京故宫位于真顺门内有一口很薄其眼的水井 成为去故宫游客必到的景点之一 这就是真妃井 真妃塔塔拉市相逢其满洲人 出生于光绪二年 光绪十三年他和他的姐姐锦妃一起被选中入宫 次年获封真妃 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宠爱 光绪二十五年恰逢四岁太后 六十大寿 塔塔拉市被封为真妃 反而就在同一年真妃的命运慢慢发生了改变 以至于最终被投入到景水当中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 当时主战的帝党和主河的后党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为了打击地党 此起太后将真妃降为贵人 而且还专门给真妃锦妃下了一道 拓辞十分严厉的意识 真贵人 锦贵人 卓家恩准其上殿 当差随逝 谨言慎行 改过自新 平日装饰的衣服 居然宫内的规矩穿戴 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准为例 皇帝前欲年节照例准其成帝实物 其余新巧稀奇物件 以穿戴等像不准私自成帝 如有不尊者 重则不待 特遇 慈禧太后这道意志 让真妃最后被杀 埋下了伏笔 光绪26年7月21日 继公元1900年8月15日 八国年军已经来到北京城边 慈禧和光绪准备西逃 这时慈禧太后不愿意将真妃带走 于是慈禧太后命人将真妃从冷宫里带了出来 甲医要带她戏逃 这是颇有头脑的真妃说 国难当头我不走 而且皇上也不能离开京城 这句话让慈禧太后大怒 如果不走 只有死路一条 性格要强的真妃和慈禧太后争吵得越来越厉害 最终慈禧太后命人将真妃投入了井中 而且还让太监往井中扔了两块大石头 还有一种说法 是真妃自己投入井中的 说得真妃和慈禧太后吵得十分的激烈 她已经抱了逼死之心 我是皇帝的妻子 我要和皇帝在一起 不能在一起 我宁愿死 说完真妃看到不远处有口水井 就直接跑到水边投井而死 据说真妃之死 让光绪皇帝悲痛不已 期间流了不少眼泪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再见